好 你看我现在在做什么 你现在在做 一双双好奇的眼睛盯着老师 花莲崇德国校三到六年级的小朋友 要学会做馒头 用手的力量 全身的力量 然后它才会变得好 然后没有年的时候就表示好了 慈基大学儿加系与崇德国校举办生活教育营 针对当地单亲隔代教养比例高的状况 透过生活技能培养 让学生有能力可以照顾自己 它会促成学校教育跟家庭教育 做一个很好的连结 然后最后达到亲子共学的目的 下面眼睛是用白色和黑色做的 馒头玩创意 小朋友发挥想象力 做出独一无二的馒头 在趣味中学习 也启发他们捏出对未来的想象 让他们小朋友可以从原来的东西去接触 然后学习到这样的一个技能 甚至喜欢然后发挥创意 小朋友之后可以藉由这样子去 我知道我有一条未来的路可以走 那我必须从现在开始去努力 银队也带学生走出校园参访静思堂 在志工引导下化身小小高饼师 学做饼干 是让孩子去看见外面有很多职业发展的机会 整合了学生的学习的兴趣 之后很重要就是要落实自己的在学校的学习 踏出去原来世界这么宽广 透过银队带着孩子了解不同职业 慢慢摸索出自己的未来 大海新闻中江波 谢云昌 邓明 花联报道 道消息